第771集 如今话题最热的便是七大修行学院相互之间的比试 各大修行学院出战的戏别大体都是实战系 只有京都那边竟然是侦察系 如果不是吕树中断了洛神修行学院的选拔 今天恐怕也选出来了 之前实战系一直在认真准备呢 这样的说法好像也不对 洛神修行学院其实已经选出来了 不是学校选学生 而是学生自己选自己 各大修行学院的学生都在讨论 自己家学院出战的代表有多强 毕竟基本上入选的有很多都是甲级资质的天才 每个人都有很亮眼的表现和实力 西北学院的章鱼以前就是练国术的 实战能力很强啊 玩的也不是套路花架子 那是真的在灵气复苏前就很凶悍的选手啊 这样的人我们京都也有啊 还不是被那个侦察系给打趴下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马胜义的 据说已经重就到了C级巅峰 马上就要晋升B级了 西南学院朱天祥 让你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强者 聊着聊着 反正大家都是吹来吹去嘛 结果几大修行学院忽然发现 怎么落神的人没出来说话呢 然后就有人发帖问 落神是哪个系来参加呀 有什么代表人物吗 听说你们实战系的李子木很强啊 执行任务的时候杀气非常的重 结果落神修行学院的人就悠悠的发帖 我们物种研究系参战 其他六大修行学院当时就尿了 什么鬼啊 物种研究系 当各大学院涌入这个论坛的时候 关于最开始的讨论已经刷霉了 大家讨论的基本都是吕王大人的黑历史 所以其他修行学院并不知道这个外号的讨论起因是什么 老铁啊 你们不是吧 真的没人了吗 竟然让物种研究系来参战 楼上有个老实人 大家快来欺负他 楼主明显实在开玩笑 你们还当真了 落神这边都很蛋疼了其实 我没开玩笑 我们就是物种研究系参战 所有看到这句话的人都纷纷倒吸一口冷气 是不是你们实战系和侦察系太怂了呀 怎么把物种研究系推了上去啊 他们能行吗 是啊 你们可别嗑人家物种研究系啊 有事儿了 实战系和侦察系该扛了就扛上去 千万别怂 人家物种研究系是文职专业 落神这边不服了 你们知道个屁啊 物种研究系很强的好吗 物种研究系很强 别逗了兄弟 你怕不是活在梦里吧 就在此时 落神这边有人发帖说道 我们落神修行学院的物种研究系 只有五个人 两个B级 三个C级 了解一下 这下子 各大学院震惊了 这他妈的是物种研究系 这他妈是天罗系吧 罗布泊遗之里 青铜红流的老大 了解一下 有几个青铜红流的成员激动了 竟然是我树哥 完了 其他学院完了 落神学院之前也很淡疼 毕竟吕树直接灭了其他人想要参加比试的欲望 一整个学院被一个人压着真的很郁闷 然而当现在轮到别人郁闷的时候 他们就有点幸灾乐祸了 吕树 曹青辞他们的实力当然不用说 虽然人数要求是二十个 但大家一点都不怀疑 他们能五个人取胜 碾压也有可能啊 都是落神修行学院的 虽然自己不能参战了 但只要赢了就余有荣焱 更何况物种研究系本身被低估 忽然一个物种研究系跳出来 把其他各大学院给碾压了 这事儿简直想想都有喜感 其他几个学院听到吕树他们的级别 当时就紧张了 这他们要应该算是犯规吧 两个B级是什么概念 这俩人上去 估计能打二十个C级了吧 再说了 二十个上去打人家五个 赢了也没什么光彩啊 输了就太丢人了吧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所有修行学院在统一时间通知 七大修行学院鄙视 因为怕有学院在毫无意义的鄙视中 受到伤害取消了 顿时间整个论坛上都炸了 什么情况啊 这么大一个活动 说取消就取消 还有那个 害怕大家受到伤害是怎么回事啊 天罗地网啥时候怕过大家受伤啊 据说不是集训的时候都有死亡名额吗 一开始大家心里有点不接受 毕竟和平年代 你集训配死亡名额 真的让人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 但是后来也都慢慢接受了 天罗地网就是这样 从不惯着温室里的花朵 可怎么到这场比试上 态度就变了呢 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 是怕吕树打死人 有人愣了一下 好像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你看他之前干的事情 要说其他学院的学生不会受到伤害 我都不信 一个洛神修行学院的学生说的 别猜了 就是因为他取消的 我都听老师说了 物种研究系这次之所以扫荡各专业 就是因为上面不让他们参加 怕他们整出事来 所以 吕王大人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天罗地网的重要决定 整个论坛上忽然开始刷屏 吕王大人666 吕王大人牛逼啊 吕王大人无敌 吕树得到消息的时候都震惊了 就因为自己要参加这七大学院比试 直接把比试都给取消了 自己不就想赚个负面情绪值吗 自己不就是想拿个冠军 然后有发言的机会吗 怎么就这么难呀 什么叫怕别的同学受到伤害 他吕树是那种人吗 他还真是 吕树面色凝重的 我感觉自己被涅亭针对了 陈祖安一边乐呵呵地跟着论坛里的其他人 把吕王大人666一边笑着道 涅小长为什么针对你 你自己心里没点 啪的一声 陈祖安后脑勺挨了一巴掌 差点没坐稳 连人带手机在地上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吕树起身 就往中玉堂办公室那边走去 刚到办公室门口便推开门 赫然看到 里面竟然没有中玉堂的身影 而是幽冥雨坐在那里 第七百七十二集 吕树好奇道 你怎么在这儿 中玉堂那老小子呢 幽冥雨腼腆地笑了笑 他去京都树职了 所以我就来代替他处理一些公务 他什么时候回来 吕树也知道幽冥雨在玉州这边 除了黑市 还实际掌管了很多事务 说是中玉堂的副职也不为过 所以代为处理公务 还是可以理解的 幽冥雨笑道 不羡气 吕树冷笑起来 呵呵 这不就是为了躲着我吗 说什么数值不数值的 有什么事情 你跟我说也都一样 吕树面色不善 行了 那我问你 聂庭是不是一定要针对我到底 我不就说他被雷劈了吗 至于把整个比试都给取消了吧 这事我不太清楚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有你参加比试 取消调也很正常 吕树拿出三叉戟 指责游鸣鱼 你想好了再说 有话好好说 但我真心觉得 你和聂天罗这事中间 是你错了 幽冥雨忽然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可是吕树却一点都看不到负面情绪值啊 吕树深吸一口气 认真地看着幽冥雨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觉得 幽冥雨简直是在享受这个过程 甚至还有点想激怒他 这他们要哪是威胁人呢 这是在被占便宜 这就让吕树非常的不开心了 明明自己现在武力值爆炸 就连中玉堂那老小子都打不过自己 结果遇到幽冥雨这样的选手 那就让吕树根本就不想威胁对方 生怕以神奇的方式备占便宜 这就很脏了呀老铁 吕树几乎怀疑 这中玉堂是专门让幽冥雨来对付他的 如何威胁到一个有受虐倾向的选手 在线等很急 吕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方法来 幽冥雨这种神奇的物种 竟然连吕树都没有办法 吕树转头就走 幽冥雨坐在位置上 拿起手机拨给中玉堂 喂 他已经走了 放心 没闹出什么事情 难怪你自高奋勇来应付他 果然还是你有办法呀 中玉堂哈哈大笑起来 简直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呀 他终于找到了克制吕树的办法了呀 自己这个校长一天天是憋屈死了 聂天罗和吕树两个人互相之间斗气 最终苦的都是他呀 两边都是大佬 谁也惹不起 吕树回去是越想越不对味 这以后如果中玉堂那老小子 一直都让幽冥雨来面对自己 岂不是自己都要担心 备占便宜的那个人是自己呀 而且问题在于 这其实是他和聂亭之间的事情 中玉堂也是无辜的 这种事情殃及无辜也不好 不过 中玉堂真去京都述职了 吕树持怀疑态度好吧 吕树沉默着回到实验室 沈树安看到吕树的表情 也不玩论坛了 生怕吕树发现他刷666的事情 反正吕王大人的名字算是坐实了 整个七大修行学院 都开始这样称呼吕树 喜事洗不掉了 这辈子都洗不掉的 当然 这个名字调侃的背后 也意味着 其实大家承认了吕树的实力 无疑就是修行学院内 最强的那一个 你们在这里等待我们的新老师过来 我要出去一趟 陈子安他们都愣住了 叔叔 你这是要出野门呢 吕树眼中带着杀气 我要去一趟长白山 不光是这样 还得不让聂庭知道 据说聂庭的脑力 已经达到可以同时分析 上千个监控屏幕的实力 所以还得易容过去才行 说完 吕树就回家收拾东西了 这长白山之行 他并不想让别人跟着 一方面是容易暴露行踪 另一方面则是 这一趟吕树也不清楚 危险不危险 此时长白山的植被覆盖 堪称恐怖 吕树都怀疑 那里面已经长出吃人的树了 然而这还不是关键 吕树怀疑 聂庭刀阵所守护的东西 也可能是有危险的 陈祖安他们面面相去 树兄还要避着聂天罗易容之后 偷偷往长白山 这可玩大了呀 承秋巧稍微有点忧虑 那怎么怎么办 陈祖安眼中也亮了起来 不怎么办 跟着树兄走 这没错好吧 我们也去 承秋巧问道 那咱们被聂天罗发现了怎么办 那不就暴露书哥的行踪了 陈祖安乐呵呵地笑道 这 怕啥 你就扮成女的 肯定没人能认出你 嗯 承秋巧一听就不乐意了 凭什么我扮成女的呀 那你演什么 陈祖安笑道 嘿嘿 我演你丈夫 承秋巧冷笑起来 哼 行 那我演广乎 嗯 陈祖安无语了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吕树忽然接到一条来自石学进的通知 他站在门外愣住了 对方竟然告知他 他将告别学生的身份 成为洛神修行学院的一名老师 教授实战课程 这是什么情况啊 之前还让自己当旁听生呢 结果一转眼就让自己成了一名老师 这是怕自己再闹出什么幺蛾子还是咋点 或者是聂霆向自己施好 吕树觉得后者不太可能 肯定是谁给聂霆出的主意 说他吕树当学生容易闹幺蛾子 说不定当了老师 还有可能往为人师表的方向发展一下 极有可能是想用老师这样的名头 约束吕树的行为 而且当了老师 就没法影响到一些正常活动的开展了吧 吕树想了半天 他觉得很有可能自己一上任 那七大修行学院的比试 搞不好就重启了 而且吕树看到老师两个字的时候 沉默了一下 他去执教的竟然是实战系 卡洛尔是实战系的呀 吕树对于卡洛尔的感情有点复杂 当他知道对方喜欢自己的感情 仅仅是因为永恒之枪与世界术的联系事 确实挺心灰意冷的 现在他不是悲观地去想什么 也并不乐观 就像是命运跟你开过一次玩笑之后 当他再次来到你的身边 你会担心那仍然是个玩笑 现在当老师是不可能当的 他必须要走一趟长白山再说 洛神修行学院的学生们 在经历过笔试忽然取消后 又接到了增加认课老师的事情 这不是替换谁 而是直接增加了一门课程 原本学院的一年级里面 并没有真正的实战课 基本都是理论 比如了解人体构造 比如如何一击致命 一开始大家觉得 实战系应该就是打打杀杀的上课 结果并不是 天罗地网打算先让他们 把理论知识做得扎实起来 然而现在忽然就开了一门 实战教学的课程 而且课程内容介绍 就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教授真正的实战技巧 教授如何应对各种觉醒者 教授如何团队协作 这门课实战系是必须上的 其他专业也可以选修 这还不算什么 大家看到授课老师的时候 都懵逼了 这 这不是吕王大人吗 卧槽 不会是天罗地网觉得 吕王大人他能搞事情了 直接让他当老师了吧 哼 同龄人都已经称老师了 这时候忽然有实战系的人 弹疼的 只有我担心上他的课 会出现生命安全的问题吗 现在吕王大人的黑历史 都被流理曝光了 然后还有一些补充的 比如青州炎湖遗迹 被吕王大人恶心到的一些同学 这会儿的吕王大人 已经快妖魔化了 说出名字 可以指小而啼哭的那种 不过玩笑归玩笑 大家都知道 吕树的实力无庸置疑 就以吕王大人的经历来说 交手实战 真的是很合适 实在经历过太多战斗了 而且团队协作方面 青铜红流早就名声在外 虽然大家都知道 当初是因为吕树实力太强 所以搞得青铜红流 所向披靡 要说吕树真有什么指挥天才 倒也不至于 但修名在外 大家觉得 吕树教什么都理所当然 我觉得大家还是最好 现在习惯教的吕老师 不然说走嘴了 喊个吕王大人 咱们可能要凉 对对对 话说什么时候上课啊 没说什么时候上课啊 这时候 忽然有人看到卡洛尔走进了训练场 此时卡洛尔刚去陵园 给刘修扫了墓回来 这件事情 聂庭全程关注着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聂庭怀疑卡洛尔的诗意传闻 卡洛尔看向大家 怎么讨论的这么热闹 有人招呼说道 诶 宇洛尔 你来了 卡洛尔来这里是隐姓埋名的 天罗地网官方也只说他是交流生 并没有说他到底什么身份 这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一方面 众神之主来天罗地网当学生 传出去是很好听啊 但天罗地网也没狂到收A级的学生啊 另一方面 卡洛尔自身的A级 容易在修行学院里造成很大的影响 卡洛尔自己也不想天天被人捧着 卡洛尔的影像并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所以他直接以吕洛尔的身份出现时 其他人也没多想什么 这名字是他给自己起的 选了个中文姓 算是入乡随俗 当初他说自己就叫吕洛尔的时候 聂庭沉默了半天 现在甚至因为卡洛尔的名字里有个洛字 以及他自身的美貌 私下里已经有学生偷偷管他叫洛神了 洛神修行学院的洛神 传说中 洛神便是由谷至今最美丽的仙女 虽然大家管卡洛尔叫做洛神是一种玩笑的方式 但也可以想象到 他在学生们心里的人气 尤其是这位外国姑娘说中文说得这么好 也有人曾经怀疑 吕洛尔就是传说中的卡洛尔 但是大家又没法证实 而且卡洛尔在平常表现的实力 就像是个普通的C级一样 训练场是有测试力量等等项目的仪器的 后来仍然有人疑惑 也有人打消疑惑 曾经有人问卡洛尔 为何中文说得这么好 卡洛尔笑了笑 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有点羞涩的表情 让大家忍不住的联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卡洛尔笑道 你们刚才在讨论什么 有人吐槽道 我们刚接到通知 吕王大人要给我们来上课了 实战课 估计我们会饱受折磨 卡洛尔听了之后愣住了 吕王大人是谁啊 吕叔啊 物种研究系的那个 不过吕洛尔你可能不认识 说起来啊 你的姓跟他还是本家呢 有人笑着调侃道 结果笑着笑着 有人拿胳膊捅了他一下 大家忽然发现 吕洛尔有点不对劲呢 一群人忧心忡忡的表情中 只有卡洛尔忽然就面带喜色了 真的吗 我们终于有实战课程了 卡洛尔原本想说真的吗 吕叔要来当我们的老师了吗 但这样好像不太矜持 临时改了口 可是大家面面相觑 只有卡洛尔一个人是开心的 其他人心中都深深藏着忧虑 不过这时候有人想起 之前关于吕洛尔的猜想 这个女孩来历很神秘 其实学校里有交流生 大家一般不会第一时间联想什么 最多新奇一下 哇 外国人呢 这种情况很多 谁也不会觉得这个交流生 可能跟本地学生有什么联系 可问题又是姓吕 又叫洛尔的 甭管外国人是不是这么起名的 国内学生就很容易联想啊 这会儿大家正翻着吕树的黑历史呢 卡洛尔和吕树在欧洲的事情能避得过去吗 根本不可能啊 一群人私底下议论了起来 你们说 吕洛尔是不是卡洛尔啊 如果是的话 有人质疑道 不是说卡洛尔已经A级了吗 吕洛尔才C级啊 装还不会嘛 问题是我想知道 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 海外那边就说 是一场差点完成的婚礼 卡洛尔和吕王大人两个人 杀了信仰理论部几百个人 可具体细节真的是一概没有 而且啊 吕洛尔来了以后 两个人就像是完全没有交集一样 你说要是互相仇视 或者秀恩爱 我都能理解啊 可现在他们是完全陌生的状态啊 我觉得身份还是存疑 再看看吧 没法确定到底是不是 主要是两个人完全犹如陌生人的状态 还是有疑点啊 但并不排除他就是卡洛尔的可能 卡洛尔还不知道 已经有不少人怀疑他身份了呢 开心过后 转入另一种忧虑 师生是不可以的吧 早知道自己就答应聂亭当老师了呀 第七百七十四集 关于吕洛尔到底是不是卡洛尔的事情 成了洛神修行学院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悬疑 倒不是说解这个谜能多么有意思 而是说这个八卦实在太让人向往了 当初卡洛尔和吕树 在萨丁岛那边闹出来的事情 就让大家心向往之了 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还有一场九死一生的婚礼 这一切都像是 发生在当下的一个经典爱情故事一样 以前大家看罗密欧与朱利叶 看梁山博与驻英台 可那都是故事里的 距离大家实在是太遥远了 哪有卡洛尔和吕树 这样的现场吃瓜来得痛快呀 只不过缺失的信息太多 大家都是没有什么资源的学生 连卡洛尔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所以也只能暂且存遗了 就在此时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从吕树家里走了出来 身上什么都没有带 轻轻松松便往外面走去 结果这时候 陈祖安和程秋巧刚好回来 想要找吕树 俩人在平房那条巷子 看到这位老人的时候 愣了一下 你是谁 然而就在老人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 咔的一声就躺地上了 陈祖安和程秋巧都懵逼了 什么情况 碰瓷的吗 这一躺 搞不好就他们要几十万呢 可是还没等他们想明白怎么回事呢 老人已经爬起来了 老人笑着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图 孩子 刺激不刺激 人生处处是惊喜啊 说完就走了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来自程秋巧的负面情绪值 加999 程秋巧看着老人的背影 脸色都白了 还好没事 陈祖安痛心疾首地说道 你是不是傻 你肯定是树兄啊 除了他 还有谁这么解 程秋巧愣了一下 说道 应该不是吧 树军不长那样啊 陈祖安笃定道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但他手上那枚拉环 我不会认错 这时候程秋巧还后知后觉呢 什么拉环啊 吕树得到面具的事情是机密 所以他们是不知道的 而吕树手上戴着的那枚拉环 也一直在左手 很少有人注意到 但陈祖安这个人是很精的 所以他注意到了 自从那场婚礼结束之后 吕树就始终戴着那枚一拉罐的拉环 经过陈祖安一提醒 程秋巧也想起来怎么回事了 卧槽 真是树兄 陈祖安冷笑的 就算没有拉环 就树兄那性格 从哪都识别读其高好吗 程秋巧愣愣地说道 等会儿 那个拉环我好像 在谁手上见过 对了 实战系的那个吕洛尔 你是有时候聪明 有时候傻呀 那场大战 你估计没去注意卡洛尔的长相 但是别人猜不到 咱们都应该猜得到 那就是卡洛尔 我早就注意到 他们两个人手上的拉环戒指了 两个人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一个个跟陌生人似的 结果手上都带着那枚拉环 程秋巧好奇道 树兄是怎么做到 每次打开一拉罐 都只把拉环给扯下来的 陈祖安正正地看着程秋巧 兄弟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 为什么你看世界的角度 就如此奇特 吕树一个人 往北边的连货高速路口走去 他现在的模样 已经变成了老人 无法和身份证对上号 就不能直接去长途客运买票 所以只能采取另一种方法 在长途大巴从车站驶出之后 经过身份证检查那道关口以后 直接中途上车 其实很多司机都喜欢拉这样的客人 在制度不健全的时候 司机们经常能把这样乘客的车票弦 给装进自己的兜里 吕树上车的时候还有座位 他就慢吞吞地坐在了中间 这次去长白山 吕树是早就想过了的 如果当初不是罗南出来说要去昆仑山 可能那时候就前往长白山了 如今的长白山 不再是只有一小块区域无法接近 而是直接被天罗地网封山了 据周边居民所说 长白山里的野兽变异速度很快 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吕树前几天还刚看见 基金会论坛里有个人发帖说 自己曾经救过一只企鹅 当时那只企鹅被海上石油泄漏 呛得奄奄一息 飘到了里约热内炉附近的一处渔村 然后这位渔民花了一周的时间清洗它 将它放归大海 结果现在灵气复苏之后 那只企鹅竟然开启了灵智 它竟然克服了八千公里的距离障碍 以及克服疲惫疾病 天敌海豹鲸鱼等等困难 重新回到了村子里 有时候吕树也会感慨 这世间有太多的尔虞我诈 结果现在所有人都在防备着的物种 变异却意外给人类带来了 那么一点点的温暖 长白山里到底有什么 那里的生物为何会引起聂庭的注意 并且受到它的保护 吕树曾查过关于长白山的一些记录 似乎那里的古怪 基本上就围绕着两个点 一个是天池的水怪 一个是叫做干饭盆的地方 吕树根据纳兰雀曾经说过的一些信息判断 灭亭的刀阵应该是与天池水怪和干饭盆都没什么关系的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有人给他发了条信息 想知道上古遗族的秘密 需长白山一行 这条信息来得很古怪 连号码都没有 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发的 吕树没有跟外人说过自己要去长白山的事情 他相信 对方给他发这条短信只是一个巧合 不然他本身就要去长白山的 对方发这么一条短信 万一他不去了 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他觉得也不是聂亭发的 聂亭不会做这种藏头漏尾的事情 那么 这长白山里到底有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吕树在这件事情里感受到了危机 所以之前他就没打算让吕小瑜 陈祖安他们任何一个人随行 不过现在收到这条短信后就更诡异了 总好像有什么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似的 于是吕树决定不去了 大圣此去何为 踏碎灵霄 若一去不回 便不去了 第七百七十五集 对吕树来说 有危险的地方 他可不就是不愿意去吗 之前是想给聂亭的刀阵拔了 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纯粹的事情 就是恶心聂亭 吕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人 被人恶心了就记仇 受到别人的恩惠就报恩 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脱离低级趣味且纯粹的人 这点没毛病 谁说啥都不好使 现在这件事情 让吕树感觉到已经不那么纯粹了 而且竟然还有危险 那他就不去了呀 跟谁俩呢 你说那里能了解上古一族的秘密就是真的吗 我吕小树偏不信 吕树能肯定 那不是聂亭发来的短信 因为最近他都没收到关于聂亭的负面情绪值了 也不知道这货正忙着什么呢 既然到了神葬境 不应该是出去大杀四方吗 怎么搞得好像还沉寂了似的 要是吕树自己 他感觉自己应该会先杀了那个主教去吧 反正那个老小子就不是什么好鸟 杀了绝对不冤枉 结果现在聂亭一点动静都没有 也不知道在干嘛呢 原本吕树还想着自己有混沌 是不是可以和聂亭掰掰手腕了呀 就那段时间里 吕树感觉自己天天都精神抖擞的 像是能打十个礼仪校一样 走个路都突出一个得瑟 结果这搞得自己费了老鼻子劲 把山河印的边界给推出去 竟然还帮聂亭晋升神葬境了 不过现在想想 聂亭肯让自己去当老师 这态度还算不错嘛 说实话 吕树也觉得 俩人真没必要刚下去了 一方面这件事情的起因 真是人家好意 虽然自己不乐意当天罗 可将心比心一下 人家觉得给自己天罗职位是好事 也没想到闹出这个幺蛾子来 另一方面 吕树觉得 自己确实打不过神葬境 吕树直接回到了家里 陈祖安和程秋桥两个人 在隔壁院子里趴在栅栏上 一脸目瞪口呆地看着 吕树竟然回来了 他们两个还在商量 怎么跟上吕树 一起去长白山凑热闹呢 陈祖安乐呵呵地 跟吕树开玩笑道 老爷子 您怎么又来了 说着 陈祖安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您要再摔倒 我这儿可有录像 您可饿不了我 啪 吕树一巴掌就拍在了 陈祖安的脑袋上 程秋桥幸灾乐祸道 都说了 让你不要勾搭妹子了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333 吕树琢磨着 这个333的数值 感觉不对劲啊 怎么这么少呢 他看了一眼程秋桥 何着是程秋桥 分走了666的一半 你俩怎么认出我的 吕树黑着脸 这明显是认出来了 不然程秋桥 不会说这句话 陈祖安谈笑道 就您那万简归宗的家 别人真的学不来 我看你最近是太皮实了 吕树说罢就回家了 到家变回了自己的模样 将面具也收回到了山河印里 陈祖安和程秋桥 在外面小声道 书生回来了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 放不下卡罗儿什么的 程秋桥乐呵呵笑道 祖安哥 我看你还是没挨够啊 竟然在书哥背后 讨论他的八卦 我觉得是 陈祖安小声道 低调之瓜 咱们也选求一下他的课 看看课上是个什么样子 晚上 吕小鱼拉着吕树去买衣服 吕树不解 我短期话有很多啊 够唤喜了 吕小鱼执着道 不行 你是要当老师的人了 必须正视一点 不能让同学们看你笑话 西江当老师这件事情 忽然就隆重起来 原本吕树对这个并没有什么概念 但吕小鱼很固执地要求 他不能再像一个学生一样 不是吕小鱼嫌弃他以前穿得不好 而是吕小鱼觉得 自己终于能在吕树的某个人生大事迹上 做点什么了 就像是小时候 外面学生最流行小白鞋的时候 吕树给他买了一双小白鞋一样 那是吕树想要给他和别人一样的童年 有人关心 有新衣服 有新鞋子 而现在吕树要去当老师了 吕小鱼不管别的 只是希望自己做着和吕树同样的事情 到了商场里面 吕小鱼拉着吕树四处乱跑 衬衣太老气了 不适合十八岁的吕树 这皮鞋也不太合适 总感觉这些东西 穿在吕树这样随性的选手身上 真的是很别扭 最终选择的还是一件有领子的短袖 领子这种东西很神奇 似乎戴上领子 一切都会稍微正式一点 当然 那种乡村非主流的张扬领子就算了 吕树实在欣赏不了 衣服不便宜 价标上写着六百九十九 以前吕树短袖最贵的也才八十八块钱 经过吕小鱼搞价之后 可能才六十六 而这次 吕小鱼没有搞价 旁边的导购笑道 你们还可以看看旁边这一列的衣服 都是有优惠的 吕小鱼平静地拒绝了 我给他买衣服不需要优惠的 旁边的导购蒙了半天 吕树也有点诧异 按说吕小鱼可是最喜欢搞价的选手啊 然而对于吕小鱼来说 他似乎是觉得如果打折了 就连他的心意也打折了 就在吕树通知优明宇 自己愿意接受实战课老师这个职位的时候 优明宇再三强调 如果当了老师就不能再当学生了 吕树也都亲口承认了 然而就在吕树确认之后 天罗地网发布消息 七大修行学院比试如期举行 吕树看到那条通知的时候沉默了半上 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对他说 你确定不当学生了对吧 我跟你再确认一下 你确定不当学生了对吧 好 那我们继续办学生比试了啊 吕树当时就有点牙疼 而这条通知重新下达的一瞬间 整个修行学院论坛都炸了 之前大家还在思考 笔试取消到底是不是因为吕王大人 结果吕王大人就职实战老师的事情 就和笔试恢复一起来了 这要说跟吕王大人没关系 那他们要鬼都不信呢 吕王大人牛逼 吕王大人666啊 哇 有生之年 既然见到有人意一起之力 扭转学院活动 简直可以载入修行学院史册 公元2011年下 吕王以教父之资 狠搜修行学院 学院遂取消笔试 有几日 吕王担任实战课教师 笔试恢复 和我吕王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 清晨 洛神修行学院里面的学生来去匆匆 这里是寄宿式的 也就只有旅数这样的洛城本地学生 才会每天都回家住 甚至许多本地学生都选择了住校 从洛城市内到修行学院 已经开通了公交车线路 可是即便如此也得45分钟才能到 所以很多本地学生选择住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修行学院里面的伙食条件很好 总共四个食堂 每个食堂里面都有比较特色的饭 从早上六点开始营业 然后修行学院的学生们也就开始熙熙攘攘地上座 一号食堂的胡辣汤最好喝 二号食堂的油条最好吃 三号食堂的午饭最丰盛 四号食堂晚上有鸡腿吃 这都是大家总结出来的东西 有学生甚至去二号食堂买了油条 再跑将近一公里的路 去一号食堂喝胡辣汤或者是豆浆 以前道员班管的盐 结果到了修行学院 反而稍微松散了一些 自打大家从温室花朵变成了真正的战士 就连天罗地网对他们也不是那么苛刻了 有人正叼着包子走在去教室的路上 忽然惊了一下 吕老大人来了 闭嘴 你想死吗 吕老师来了 他今天的课是下午五点钟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呢 修行学院上午是文化课 下午才是专艺课 而吕树要上的是选修课 实战系必修 其他系都是想报就报 不想报就算了 结果这就出了点意外 让人没想到的是 竟然全校学生都想报这门课 大家嘴里说着 千万别选修这节课 选了过去 恐怕有人身安全的危险 然而私底下里竟然还是几乎所有人都报了 不是大家都有受虐倾向 而是吕树对于同学们来说实在是太传奇了一点了 黑历史归黑历史 可黑历史背后就意味着身经百战 吕树杀过的人说实话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大家都有点想不明白 同龄人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强者来 当然他们还不知道 吕树曾经孤身一人去了神级 也不知道吕树曾孤身一人就敢进入海族领地 甚至莫名其妙地杀了小白鱼 说实话 吕树至今也没想明白 那小白鱼为什么会那么弱 莫名其妙地就被混沌吃了 可即便没有这些战绩 吕树如今在整个七大修行学院里的名声都太过彪悍 没人会再把他当作一名普通学生 于是 报名选修的络绎不绝 前一天晚上 报选修课的系统都差点瘫痪了 不过有些学生就比较聪明了 课不报 但去旁听 反正人那么多呢 鬼知道他是不是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啊 到了下午五点 原本是各自去上选修课的时间 选修课也是有很多种的 比如战争艺术 人类战争史 西方文化 音乐鉴赏等等 结果各个选修课教室 基本上都是空无一人 选修课老师们走进教室的时候 几乎以为自己是走错了 怎么人这么少啊 一个教授懵逼了半天 啊 人呢 人都哪儿去了 哦 他们都去看吕王第一天授课了 这样的情况在各个选修课上发生着 吕王首次授课当天万人空下 整个洛神修行学院的学生 几乎全部都聚集到了训练场 甚至都挤不下了 而各位选修课的老师们 则不停地给吕树提供着负面情绪值 一位老师叹了口气 笑了笑 那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位老师身姿挺拔 戴着一副眼镜 有着一种独特的文人风骨 在修行学院里面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老师 让学生们惊艳不已 有时候大家也会好奇 天罗地网是从哪儿 把这些老师给请出来的 事实上 在修行学院筹备期间 涅亭曾亲自去拜访了 许多的老师请他们出山 甚至三顾四顾 终于才把某些隐士给请了出来 而那些孤名钓鱼的 统统不要 这位老师只有些许的无奈 并没有动怒 他在前面走着 灵性的几个学生跟着 都是为了去瞻仰一下 吕王的风采 到了训练场 大家忽然呆住了 此时他们正看到 上万名学生 齐齐安静地坐在训练场外面的广场上 训练场里面已经坐不下了 整个广场上 只有吕树还在走动 他不停地走过每一个同学 手中还拿着一张A4纸说道 来扫一下二维码 以后就是好友了 来自胡小年的负面情绪值 加199 胡小年老师愣愣地看着吕树 这是在教课吗 然而这个时候 吕树走着走着 忽然看到自己身边坐着的 竟然是卡洛尔 他愣了一下 然后轻轻吸口气才说道 来扫一下二维码 以后就是好友了 卡洛尔微笑地点点头 扫了一下二维码 然后吕树与他擦身而过 一群吃瓜群众都想看看 吕树走到吕洛尔旁边会有什么反应 结果让大家失望了 两个人好像真像是陌生人一样啊 这么大的一个瓜 竟然没吃成 今天好多人来选修这门课 也是想吃瓜来着 然而这时候 陈祖安忽然愣住了 喂 卡洛尔竟然把那个拉环给摘掉了 两人彻底闹歪了吗 程秋巧一脸笃定 不对 我昨天还见他了呢 当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他确实带着拉环的 今天就没有了 哎 你看他脖子上多了根红绳 陈祖安看去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好像卡洛尔以前脖子上 确实是没有红绳的 毕竟卡洛尔皮肤白 这种红绳是很扎眼的 程秋巧笃定道 我觉得他可能把拉环 带在脖子上了 两个人就像是两个专业的吃瓜群众 讨论着跟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只是少年少女那个时代里 大家好像都是一样的 一起坐在班级里面传着小纸条 聊着八卦 还会写写歌词本什么的 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无聊 那时候却乐此不疲 这就是少年时光的意义所在啊 这所修行学院里的每个人 未来都将成为首位这片土地的中间力量 那时候他们要面对的是血与刀 是生命的奉献与抉择 而现在他们仍旧可以沐浴着阳光 仿佛青春不朽 吕树挨个拿着二维码让大家加好友 也正是这一次让吕树知道 原来好友是有上限的 只能加五千人 以前吕树在朋友圈里看到微商 几乎以为好友位是无限的 不然怎么依靠做微商这个职业 喜提和谐号 结果现实有点残酷 吕树看着好友已经达到上限有点淡疼 这以人为本的路子 才万里长征刚刚起步 就夭折了 他慢慢走回到人群最前面 所有学生的目光都在跟着他的身影转动 吕树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会有这么多人来听自己讲课 一时间也是心潮澎湃 虽然近年来 教师这个职业一直被人诟病 可吕树一直觉得 传道授业解惑仍旧是神圣的 如果没有人传道授业解惑了 那人类的文化将如何存续呢 所有人都在等着吕树开口讲课 大家都想听听 吕树的那些实战经验 说不定未来某一天 就能真的派上用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吕树竟然开始低头抠手机 所有学生窃窃私语起来 喂 这是干嘛呢 不会又点个名吧 应该不是吧 点个名点完都下课了呀 然后就忽然有人惊呼 哎 吕王发了一条朋友圈 旁边的人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操作呀 这么多人等着听课呢 您发了一条朋友圈 大家赶紧打开手机 那些没加上好友的 都凑到有好友味的身边去看 一时间 没加上好友的人 还是有点遗憾 以后要是能看到 吕王的朋友圈 该有多好啊 第一时间了解大事件好吗 不然还得像现在一样 去了解二手的资讯 他们点开朋友圈 愣了一下 还是一条展开全文似的 你们想不想跟我一起沐浴 在知识的海洋里 来自刘李的负面情绪值 加131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255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他喵得神经病啊 大哥 一万来个人等着你上课呢 你这样调戏大家是认真的吗 原本那些羡慕别人 加上好友的人 一看这个情况 就坐回自己位置上去了 旁边的同学平静地看着他 这个好友位置让给你吧 这货连连摆手 不用不用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这时候陈祖安忽然在这条朋友圈下面 评论想看沐浴 程秋巧倒吸一口冷气 祖安哥 神仙都救不了你了 吕叔抬头看向陈祖安 他忽然对所有人说道 现在正式上课 现在有请陈祖安同学过来 跟我一起演示一下攻防方式 陈祖安当时头皮就麻了 他非常不想上去 但问题是 吕叔就这么笑盈盈地看着他 他也不敢不上去啊 小胖子硬着头皮 往吕叔身边走去 吕叔直接一巴掌 拍在他后脑门上 然后对所有人说道 敌人啊 一般是不会这样攻击的 战场上千万不要仁慈 对敌人的人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千万不要想当圣人 圣人上过战场吗 如果上过 他早就被杀掉了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情绪值 加666 一本正经的打击报复 是什么情况啊 陈祖安脸都黑了 台下是一片寂静 大家都不说话 吕叔的话是有道理的 可问题是 你明明就是要打击报复人家呀 扑的一声 程秋巧笑出了声 吕叔目光转移过去 程秋巧 你也上来 程秋巧慢慢挪到了吕叔身边 陈祖安当时就乐了 哼 小样 让你心灾落祸 这种时候 当然是有人跟自己一起倒霉最好啊 陈祖安曾反思过 自己为什么总爱作死 可他控制不住自己啊 不过现在好了 程秋巧上来 起码能分担他一半的压力 吕叔忽然对程秋巧说道 来 秋巧你 打陈祖安一圈 嗯 陈祖安满脸的问号 来自陈祖安的负面球续值 加666 陈祖安扯着脖子 脸都气红了 打我干嘛 不是该打他吗 地下的同学们 看着吕叔他们相互之间开玩笑 其实大家都懂 这是关系好到一定程度 才会有的玩笑 这物种研究专业 人少归人少 但感情都很好啊 一场闹剧过去 吕叔开始正式上课 他面对一万多同学 忽然平静了下来 也许你们现在很多人 正在渴望着战斗 然而大部分 都是没有真正上过战场的 战场中的残酷指数 永远都要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高 所以你们要先想明白 自己终将会去面对什么 刚才跟各位并不是在真的开玩笑 在战场上 永远不要仁慈 否则愚蠢 将会成为你们的木志明 吕叔第一节课 并没有讲述真正的实战技巧是什么 而且他所能教给大家的 绝对不是一招一拾 剑阁的东西不能教 星途的东西也教不成 他所能教给大家的 是在血与刀中真正需要具备的态度 第一课 吕叔讲的是自己在北盲遗迹里的事情 讲他遇到的那些温室花朵 也讲他遇到骷髅骑兵后自己心态的变化 甚至讲了他与间谍长恒月的战斗 当然 他是讲自己通过长恒月的信号弹 才发现了对方的间谍身份 同样 他还讲了间谍在坑洞下不惜献祭自己生命的手段 吕叔在用那一个个消失的生命来告诉所有人 渴望战争就要做好付出生命的准备 他没有说教 而是真正在用自己的经历润色之后 教授大家经验 甚至连自己曾经的心态变化都讲了一些 也正是这种讲故事的方式 让所有学生都听入迷了 一边旁听的那位老师胡小年笑了笑 虽然讲的没什么章法 但利益是好的 而且故事讲的也很不错 比我讲的好啊 说吧 他转身回教研室去了 离开时 他听到身后屡树平静的语气说道 战场中 最重要的武器不是你的智慧 也不是你的手中的知识常见 而是豁出去的决心 胡小年驻足笑了起来 以前总认为即便灵气复苏了 他们的知识也是高贵的 所以聂庭请了他三次才把他请出山 那是文人的傲气 然而现在 胡小年在吕树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朝气蓬勃 却一往无前的时代 他需要回去重新写教案了 用新的态度 去一起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大争之事 吕树讲课 下面忽然有人举手 老师 我想知道你第一次杀人的时候紧张吗 这时候 大家对吕树的称呼 已经不自觉地成了老师 这意味着学生们心中已经开始认可他了 别管大家心里是不是对吕树的老师身份 还存在着质疑 又或者以后吕树还能不能讲出高质量的课程 但此时此刻 大家确实觉得吕树今天讲得还行 吕树想了想说的 紧张 我第一个杀掉的人 就是那名叫做长恒月的间谍 那天晚上我坐在北盲遗迹的丘陵上 直到天明才想明白 这世道真的遇到了敌人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我当时在想 我没想过要打打杀杀呀 怎么就杀人了呢 但后来我明白 这个时代没人可以幸免 吕小鱼在下面静静地听着 似乎从北盲遗迹回来之后 吕树便放手让他修行 甚至让他战斗 就连炎湖遗迹也带着他去了 那个时候吕树对他说 这个时代没人可以幸免的时候 吕小鱼并没有在意 然而现在想想 恐怕是吕树担心 吕小鱼自己没有应对这个时代的能力 于是狠心让他也去接触杀戮 不过吕小鱼并不在乎 吕树多虑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似乎天生便不排斥这些 而且随时准备为吕树而战 吕树准备说下课呢 忽然有个女孩举手提问 然后笑道 老师你有女朋友吗 以前有过吗 单身多久了 吕树愣了一下 单身多久了 你仿佛在问我的年龄 一群人轰笑起来 这个神回答什么鬼啊 不过有时候 老师的幽默感 真的能帮助学生 对一个老师产生好感 吕树一节课讲完了 人生第一次当老师的他 也不知道自己讲得好不好 然而就在他说下课的时候 大家都鼓起掌来 掌声没有多么热烈 并没有到万人敬仰的地步 吕树也没达到虎去一阵 就让人纳头变败的资本 只不过 这就是大家所表示的认同与认可 而论坛上忽然有两句话火了 大家简直就是自发地乐呵呵刷一下 表示吕树说得真不错 第一句 圣人上过战场吗 如果上过 他早就被杀掉了 第二句 战场中最重要的武器 不是你的智慧 也不是你手中的智识常见 而是豁出去的决心 忽然间 甚至有很多同学 把自己的个性签名 都改成了这些话 一时间 心潮澎湃的希望 有朝一日自己也可踏上战场 像吕树一样有着豁出去的决心 不过大家并没有深思什么 卡洛尔坐在人群中 眼睛闪亮亮的看着吕树 那就是自己喜欢的人 这个少年即便是此时 站在上万人面前讲课 也耀眼得如同天上的星辰 只是他现在有点苦恼 师生恋是不被允许的呀 这个在外国文化里 简直就是禁忌 在国内同样也是 一群学生在修行论坛上 讨论着自己今天上课的感受 基本句式就是 我要是跟吕王一样上了战场 一定怎样怎样 然而就在这个情绪蔓延的时候 大家忽然发现 吕树又发朋友圈了 勇敢是 当你还未开始 就已知道自己会输 可你依然要去做 而且无论如何 都要把他坚持到底 你很少能赢 但有时也会 一群人看到这朋友圈都愣住了 吕王怎么忽然就正经起来了 难道真的开启了 为人师表的属性了吗 这句话好像说得挺有道理呀 紧接着 他们就又看到吕树发了一条 人生小诚实 冤冤相报何时了 所以我劝告大家如果有仇 就一定要一次把对方打死哦 一群人倒吸一口冷气 您这他们要试人生小常识吗 结果吕树就这么一条鸡汤 一条人生小常识的穿插发着 搞得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要不要屏蔽他了 下午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老师形象 轰然倒塌 而吕树感觉自己终于找到地方 来宣泄自己总结出来的那些人生治理了呀 现在最大的阻碍就是好友上线问题 吕树觉得自己需要再申请个账号 把剩下的那批人也给加上好友 这样一来 那些同学就不会错过他的人生治理 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了呀 只是忽然间吕树接到一条消息 这个艾迪他记得是一个微商 当初吕树为了赚取负面情绪值 那是连微商都加呀 不过吕树想不明白 这个微商跟自己发什么东西啊 打开一看 微商说道 一天天一点破事发个没完 我他妈做微商的都没有女朋友圈发得多 不删吧 再见 吕树当时脸就黑了 这他喵的被微商删好 有是一种什么体验啊 这搞得吕树简直想当场 就把这货给找出来了 他受不了这个委屈 一晚上的时间里 吕树都是一边发朋友圈 一边看修行学院论坛 看修行学院论坛 他纯粹就是想看看 大家怎么夸他讲课的 这时候 小胸许背着小书包 悄悄摸摸地 往外面走去 吕树抬头看了他一眼 作业写完了吗就出去玩 小胸许赶紧写道 写完了写完了 吕树继续低头看手机 嗯 去吧 外面太乱了啊 玩十分钟就回来啊 来自小胸许的负面情绪值 加二百九十九 十分钟 顾干什么呀 还有 外面再乱 能有家里危险吗 不过小胸许并没有反驳 今晚 他是抱着墓地出去的 他匆匆来到家属院里 直奔卡洛尔 所在的那栋楼而去 小胸许悄悄蹲在墙根下面 骤然间 梦魇技能发动 他头顶上那一座紫色的毛发 竟然在夜晚发出一缕紫色幽光来 不过小胸许好像遇到了点什么障碍 那梦魇技能竟是拿对方毫无办法 其实小胸许也没打算干什么 他就是听闻这个女孩失忆了 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结果他没想到 对方的精神意志如此强大 自己根本进不去对方的梦境 也无法让对方入睡 忽然间 对方似乎自己放弃了防备 将小胸许迎接进入了梦境 小胸许在梦境中 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女孩 根本没受他影响 而是格外的清醒中 笑吟吟地看着她 小胸许知道自己被识破了 赶紧装傻的 老铁 要QB不 卡洛尔似乎明显愣了一下 QB有什么用吗 小胸许一本正经地说道 冲钱使你变强 卡洛尔想了想 那先冲两千万的 小胸许满脸的问号 他胸许一生从未在梦境里 遇到过这么任性的选手 没那么多QB 抱歉 打扰了 告辞 结果小胸许发现 自己根本没法结束这梦境 卡洛尔轻声笑道 你先别走 你是吕树老师家里的那只松鼠吗 我能不能问您一点事情 第779集 京都 灵境胡同 石学进坐在聂庭旁边 此时聂庭正在闭目养神 稳固着自身的境界 他如今正常生活无碍 可是一调及自身灵气 便会产生与世界对抗的法则之力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石学进惆怅道 咱家也不知道啥时候能重建好 昨天才刚重新打好地基 想要建成四合院 还得请大师来重新设计 监理和施工方也得找最专业的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 而且你不知道 最近建筑材料都涨价了 聂庭闭着眼睛 眼皮直跳 但始终一言不发 直到两个小时之后 聂庭忽然说道 你不应该在刘海胡同监工的吗 石学进说道 我得跟你算算这笔账啊 不然你以后再把院子毁了怎么办 我跟你说 我想好了 这次房间可以设计的小一点 你觉得这次 是谁在给全球各大组织发消息 为什么各个天罗都收到了同样的消息 就连海外各个组织也是一样 都是说长白山内 能够找到上古遗族的秘密 石学进愣了一下 不知道啊 先说主卧的设计 聂庭面无表情地看着石学进 然后石学进声音慢慢小了下来 这次幕后主使者 说长白山就能找到上古遗族的秘密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其实是瞎说 目的还是要针对长白山里的那位 不可能 刀阵未动 说明谁都没有进去过 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场阴谋来得太突然了 甚至让人没有头绪 那就静观其变吧 也许是为了针对你呢 毕竟现在聂庭是整个修行世界 公认的第一高手 各大组织都对他忌惮异常 如果在大家短时间内 都无法晋升神葬镜的情况下 也许合力除掉聂庭才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问题来了 多少个A级才能杀死一个神葬镜的强者呢 各大组织心里恐怕没数吧 石学进说道 除非有人笃定 你已经无法出手了 所以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不然以你的性格 怎么可能忍受别人私自入境 进入长白山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幕后主持者的身份 就只有一个了 傀儡师 傀儡师来自放竹之地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 那个地方显然整体实力 是要高过地球的 所以他们之前就猜测过 傀儡师之所以维护空间稳定 就是他们知道空间碎裂了 会有什么后果 但傀儡师们所知道的 恐怕远远不止这些 比如他们可能知道 神葬境在地球上 已经陷入了无法出手的尴尬境地 可如果是傀儡师的话 大家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毕竟谁也不知道 他们在图谋什么 为了杀掉李贤一 有可能 因为他们说 这里有上古遗族的秘密 而基金会是最感兴趣的 为了杀掉聂庭 也有可能 提升戒备等级 如果他们真的赶在境内肆无忌惮 那便做好陨落的准备 等等 你不会要亲自出手吧 你可千万不要使用那个方法 这大道还长着呢 聂庭摇摇头 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转移了话题 你去跟陈老爷子沟通一下 你跟陈老爷子说一下 麻烦他先不要突破了 我天罗帝王需要他的A级站立 也许这样会耽误 他追寻到的时间 毕竟这是要让他停滞境界 但危机过后 天罗帝王会全力助他谨慎 希望他能理解 其实他昨天就跟我说过了 他愿意停滞修为的进境 为天罗帝王再守护六十年 一甲子也无妨 这一甲子便是他的寿源极限了 此时 如果陈白礼也一心晋升神葬境的话 那么天罗帝王A级之上的高端战力 就会立刻匮乏 但陈白礼不介意 他愿意停滞境界继续守护下去 只是这样一来也有弊端 他本身就是年纪极大的时候晋升A级 若不晋升可能马上就要陨落 现在晋升A级增加了一甲子寿源 可如果这样耽误下去 谁也不清楚他还有没有机会晋升神葬境了 这是一个取舍问题 面对大道的追求 陈白礼做了另外一个选择 陈老爷子说 让我们不要太担心 也不用介怀 他想晋升神葬境 纯粹对力量等级ABCDEF 看不顺眼 现在既然有需要他的地方 那么留在A级也没关系 他昨天忽然对我说 等死 死国可忽 等死 死国可忽 意思是 同样都是死 为国事而死可好 涅亭看向石学进 你怎么说的 我说 死国已 然后他说 别用日文夸他 此刻 涅亭和石学进并不知道 就连吕树也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只是大家都蠢蠢欲动的时候 吕树压根没有想去的念头 这摆明了是个陷阱什么的阴谋啊 他吕小树肯定不会上当的呀 这时候吕树刚刚关掉手机屏幕 准备去唱小星星修行 结果他就看到 小胸虚垂头丧气地背着小书包进来了 吕树好奇道 让你出去玩十分钟 你这一口气玩了一个多小时 你去哪了呀 小胸虚搭拉着脸 一脸的心酸表情没有回答 吕树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小胸虚啥时候有过这种表情 这不会是在外面被欺负了吧 吕树赶紧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小胸虚写道 心痛 吕树愣了一下 啊 为啥心痛 小胸虚写道 第一次卖QB 竟然库存不够 心痛到无法呼吸 吕树看着呼吸这俩字愣了半傻 然后脸就黑了 你这口音就扭不过来了是吧 小胸虚没说卡洛尔问了什么 吕树也并不知道小胸虚是出去给卡洛尔托梦了 这个秘密就像是卡洛尔和小胸虚约定之后的结果 旁人无从得知 他们到底说过什么 第七百八十集 吕树忽然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上了另一个台阶 以前每天是没事干 等着上课 结果现在 吕小鱼眼睁睁地看着吕树竟然不唱小猩猩开始备课了 其实吕树也很清楚 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也许大家都会喜欢你 然后在下一个阶段都会开始讨厌你了 但是吕树觉得这个不重要 从始至终 他都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如今他忽然成了一个老师 搞得他就连发朋友圈的时候都会有点压力 甚至会想 自己作为一个老师 发这些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不过他还是发了 这是一种莫名的责任感 就如同吕树知道 如果有一天自己接受了天罗职位 他真的就会为那一份荣誉而赞扬 吕树喊了喊吕小鱼 小鱼 你觉得我明天讲向导遗迹的事情行不行 我是这样想的 散修拿出来单独分析一下 各大修行组织拿出来分析一下 最后再来分析遗迹 本身的一些机制 不光是嘴上说说的 吕树还专门做了教案讲义 具体要讲哪些细节都列在了本子上 吕树原本以为 吕小鱼会冷笑嘲讽他一下什么的 结果根本就没有 吕小鱼很认真地把本子接过去看了下来 过了半个小时后抬头说道 石像鬼的灵质确实低 但这个地方你不能让大家造成 大家可以用智力来碾压他们的误会 或者还得告诉他们 以后的遗迹生灵说不定灵质会高很多 吕树点点头 确实 他把这些事情都给记了下来 向导遗迹的东西 他是打算分成六节课来讲的 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好讲 但后来发现 不管是散修还是各大组织 其实单独拎出来都需要有很多的分析 例如寄人篱下的艾米 例如自强有野心的孟金蝉 例如碰运气的一些人 以后这些学生们说不准都会遇到 而各大组织就更不用说了 相互算计之中探索一计 就像是走钢丝一样危险异常 虽然海外一些组织对于吕树这种言论可能有些不符 他们可能会感觉只有他们才是在走钢丝 一不小心就掉进万丈深渊了 而你吕树在钢丝上面前空翻后空翻地折腾来折腾去 钢丝的尊严都没有了 吕树忽然想起一个事情 怎么物种研究专业的老师还没到呢 吕小鱼翻了个白眼 我哪知道 现在陈祖安和程秋桥俩人都开始撒欢玩起来了 各种区别的班里蹭专业课 整个学校里面只有他们两个是最自由的 曹青慈一直在看书 吕小鱼则是没兴趣搭理这俩人 结果曾经有人说 不可能有人把整个修行学院的人全部认权 毕竟大家上课都不在一起 生活也不在一起 修行学院的社团活动现阶段又很单调 基本没有彼此认权的可能 当时这个讨论是基于美女榜实力榜这些话题上的 于是大家就说 像小说一样整个这样的东西出来 基本属于开玩笑不可能的范畴 因为没人那么闲 但是他们失算了 陈祖安和程秋巧 现在就是这么闲 两个人也不干别的 什么实力榜不实力榜的 压根不重要好吧 吕王大人公认第一 曹青子公认第二 其他的还用牌吗 不重要了呀 俩人最关注的还是美女榜 这会儿小胖子在昆仑须里因祸得福 喝了满满一肚子的灵液 这玩意儿他原本想用修行来快速吸收的 结果并没有太大作用 只能慢慢消化 从昆仑须回来这都快半个月了 他也才消化了不到三分之一 按照吕树的估算 这货很有可能 借此突破B级的关爱 这事儿弄得程秋巧就非常的羡慕 毕竟谁都想晋升B级不是吗 眼瞅着现在 如果按照正常进度来讲 程秋巧起码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才行 这也是大部分甲级资质天才的时间进度 也许在半年之后 天罗地网会迎来第一次 B级强者的井喷棋 而陈祖安原本就是被吕树坑到集训的 他的资质根本没有甲级 但是现在竟然后来居上了 程秋巧羡慕道 祖安哥 这灵液也太管用了吧 你现在进度已经跟我差不多了呀 这两天说不定就能超过 要是顺利的话 搞不好你再有半个月都能晋升B级了 舒哥那里还有灵液吗 陈祖安看了看程秋巧 咱们两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肚子里还有三分之二呢 要不我吐三分之一给你 结果恶心的程秋巧三天没吃下去饭 太他喵恶心了 说实话 吕树也没想到 陈祖安的吃货天赋 竟然在这种人生大机遇上 起到了决定性的帮助 所以吕树就觉得 现在年轻人 别天天说减肥减肥什么的了 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对 能吃是福啊 就在这个物种研究专业 没有老师的空档期 陈祖安和程秋巧两个人 各个专业都跑遍了 然后真的整理出来了一个美女榜单 当然 名字要起得好听 叫做洛神榜 榜单第一 吕小鱼 榜单第二 卡洛尔 榜单第三 曹清子 吕树看到这榜单的时候 定定地看着两个人 你俩的求生欲 可以说是非常强了呀 吕小鱼和卡洛尔很漂亮 这是事实 但你真要说这修行学院里面 没有可以媲美他们俩的 那也不现实 同等级的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的 结果第三名曹清子 真的 嗯 曹清子气质很好 但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美女 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个 然而让吕树惊讶的是 当这个榜单在修行学院论坛上公布之后 负面情绪值收入记录里 吕小鱼页面的零散收入就开始源源不断了 虽然大额的并不多 都是十点二十点的样子 可是基数好像很庞大 那收入记录后面都是一个个女性化的名字 这小额的负面情绪值 在吕树看来甚至连极度可能都够不上 充其量就是看到别人平上 自己却没有平上后的 小小小小小的怨念 一秒之后就会忘掉的那种 但即便如此 吕小鱼马上就可以晋升B级了呀